修罗武神 第5946章 会一会 你狱宗的戒灵诗 作者 善良的蜜蜂 与此同时 关押宋允的帝宫之中 一对人马浩浩荡荡地闯了进来 为首的乃是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子 此人名为陈辉 楚风认识他 当初楚风参加七届圣府 入府试炼的时候 曾遇到过这陈辉 二人自此相识 陈辉给楚风留下的印象还不错 当时的入府试炼结束 楚风还找过陈辉 只是没有找到 只不过眼下的陈辉 却穿着玉宗的长袍 在他身后跟着的一行人 全部都是御将级别的存在 当楚风来到关押宋女的大门前 负责看守的人 赶忙开口 但语气却是有些须陈辉少爷 这里你不能 滚 陈辉只是一个字 那些看守的御将 便立刻退散 只是推开门 宋允却只是坐在里面 没有被捆绑 更是没有负伤 看似诡异恐怖的牢房内 摆放着一张精致的桌子和椅子 宋允靠着座椅 翘着白皙修长的二郎腿 正在一边吃着桌上的点心 一边看着五级卷轴 那个样子 十分惬意 鱼儿妹子 你没事吧 陈辉问道 你看我像有事吗 宋允收起卷轴 甜美一笑 我听闻 陈辉此话刚出 宋允便道 都是真的 你咋这么傻 你想帮楚风 大可以另想办法 为啥要拦下死罪 陈辉慌了 宗归森严 若是罪名做实 他也没有办法帮助宋允 我说了 你听闻的都是真的 宋允强调道 真的是你杀的 陈辉问 嗯 不过没事 我又死不了 魔玉塔 我们不是早就观察过了 现在的我有把握 宋允道 你有几成把握 陈辉问 一成 宋允道 陈辉无语 一成 和宋允有什么区别 所以 你到底是想借机挑战魔玉塔 还是想帮楚风 陈辉问 都有 宋允道 魔玉塔 你若想挑战 不背负这个罪名 也能挑战 若是帮助楚风 那更是多此一举 因为九魔大人 已经对楚风 发布了追杀令 你背下这个罪名 看似仗义 其实啥用没有 陈辉道 难道楚风真的杀了玉宗之人 宋允感到意外 他知道 九魔大人 不会为了先徒的人 追杀楚风 体内没有御婴 算不上是真正的玉宗之人 为他们追杀楚风这种人 名不正 言不顺 既然追杀楚风 就必然是其他事情发生 要么是楚风 真的杀了玉宗的人 罪名坐实 要么就是 想就先喊鱼儿 败露了 楚风杀了玉宗之人 并且是在你被关押之后 不过我派人调查了 不像楚风所为 是有蹊跷 陈辉说道 你的意思啊 宋允眉头微皱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是有人想对付楚风 陈辉道 栽赃嫁祸吗 不过也正常 先不说抓到楚风 能暗中向七戒 胜负邀赏 楚风本身 也有很多东西 值得人们惦记 本就是传说中的 王之血脉拥有者 如今又获得了 脉之本源 这还是世人知晓的 不知道的 不知道还有多少东西 说实话 我多眼馋 不过那个酒魔 竟然想利用我玉宗 来完成私心 我护的人 他敢动 泽泽 很好 我会让他知道 我宋云有多记仇 宋云说这话的语气 是带着笑意的 可他的脸上 没有丝毫笑容 反而一双美眸 散发着令人感到 窒息的冰冷 但对于宋云这样的目光 陈辉似乎早就习惯了 他早就知道 这个来自九魂天河的 小丫头 很不简单 而他恰恰喜欢 这样不简单的宋云 轰隆隆 就在此时 大地剧烈一颤 随之 颤动开始减弱 但却是持续性地颤动起来 见此情形 陈辉向关押宋云的 牢房门外走去 宋云也是紧跟其后 宋云小姐 你不能 眼见着宋云也出来了 负责看守的御将 便想阻拦 滚 可陈辉一声怒喝 却直接将其吓退 没事 我不会逃跑 我只是看看 外面发生了什么 你知道的 在牢房内 我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不过我站在门口 就能看到了 相比于陈辉 宋云则是显得温柔得多 那 那好吧 负责看守的御将 也只能点头默许 在他们特殊的目光观察下 那地宫的棚顶开始消散 外面的景象映入眼帘 莫说陈辉他们 宋云的小脸 也是微微变化 只见天际之上 一道巨大的结界屏障 正在快速地扩散 要不了多久 就会覆盖整个世界 与此同时 整个世界的所有人 都已被惊动 毕竟在这清雪上界 狱宗的人只是少数 并且他们行踪很是隐秘 大多数的 还是这方世界的原住民 他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 之前有封锁阵法 封锁了这个世界 随后向外通行的传送阵法 便都失效了 这座清雪上界 成了一座被困死的世界 而隔壁的微光上界 还不断传来刺耳的轰鸣 他们也都意识到 那很可能是顶尖强者在战斗 定然是有大事发生 因此 这方世界的人们 早就人心惶惶 甚至许多人觉得 他们这个世界 可能要被毁灭 而现在 又有一重封锁结界出现 并且 这道封锁结界 看起来更加强悍 则是让他们更加恐慌 相比于这里的原住民 其实狱宗的人 也是有些费解 他们知道 这是他们狱宗的手段 现在再清雪上界 也只有他们狱宗 能施展出这样的手段 可他们不懂 这为何呢 自己困自己 咋回事 为何我们 也布置了封锁结界 就连陈辉 也是感到不解 倒是宋云 若有所思 心中暗叹难道这么快 仙海鱼族的人便杀到了 将仙海鱼就走了 还是说 楚风用什么其他方法 就走了小鱼 在他看来 无缘无故 不会有此阵仗 必然是与小鱼有关 是防止仙海鱼逃脱 与此同时 楚风也正在注视着 虚空之上的封锁大阵 但他面前 那尚未完成的阵法 并没有继续布置 而是继续观望 没过多久 浩瀚的封锁大阵完成 颤动的大帝 也是恢复平静 可是很快 大帝再度颤动 只不过这一次的颤动 非常的微弱 微弱到莫说正常人 寻常的修武者 都感受不到 但楚风望着虚空的目光 反而比先前更加集中 在观察虚空的同时 楚风停滞许久的霜 手也随之挥动 开始继续布置 那尚未完成的阵法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 看到了侦察阵法 大帝难以察觉的颤动 正是因为有强大的阵法 正在覆盖世界 那是侦察阵法 极其强大 比封锁大阵 还要强大数倍的侦察大阵 相比于封锁大阵 这侦察 阵法无声无息 若不注意 很难捕捉 而楚风若想要对抗这侦察阵法 就必须在侦察阵法的开启初期 就进行布阵 对方的手段太强 楚风只能在那大阵上未成形的初期 才能看到破绽 从而进行应对 而伴随着侦察阵法 扩散 楚风干脆不再抬头看着虚空 而是开始全力完成 他那尚未完成的阵法 不是楚风不想继续观察 而是伴随侦察阵法的渐渐形成 楚风已经难以看出破绽 不过在楚风看来 最初所找到的破绽 已经足够应对了 楚风的速度很快 在侦察阵法 还未彻底覆盖世界 没有彻底开启之际 楚风已经将他应对的阵法 布置完成 但楚风短暂思考之后 将小鱼从那个阵法之中放了出来 楚风将小鱼放入的阵法 原本是用来将小鱼唤醒的 可是小鱼并没有醒 但是这也正常 御宗的人就是想让小鱼昏迷 应该是用了特殊的手段 自然没那么容易唤醒 楚风将小鱼放在地上 又开始在小鱼的身上布置阵法 楚风不能保证 已经布置完成的对抗的阵法 是否一定保险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他决定给小鱼身上 再布置一重隐藏阵法 若是对抗失败 被对方发现的话 楚风就用自己来引走对方的视线 让小鱼继续隐藏起来 当楚风在小鱼身上 布置完阵法之后 又取出了一大把丹药 同时塞入口中 那有疗伤的丹药 有止痛的丹药 也有增强结界之力的丹药 看似是无脑地吞了一大把丹药 实则都是楚风精心准备的 就在此时 覆盖世界的侦察阵法 已经彻底封锁 并且随之开启 来吧 就让我会一会 尼玉宗的戒灵师 楚风站起身来 双手放入大阵之中 随后伴随一声清贺 磅礴的结界之力 便涌入覆盖他与小鱼的阵法之中 对抗 正式开始 本章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增